網路上的範例檔先打開來 然後開啟第一個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書這一個 那慢慢的就是按部就班一直往下 所以一直到所以以後在第五週 那第五週之後那哪一個範例OK的話 我想就再試情況 如果沒有太特別的需求那就往下 或者挑幾個來講解 那當然我的範例其實還蠻多的 不只這一些 還有雲端上我會放一些補充的其他的 就之前有同學問到的問題 像最近有一個問題就是他需要什麼 他每天就會拍很多照片 因為他是室內設計相關的行業 然後他會拍很多的照片 那很多的照片他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那些照片快速的加到那個Easeer裡面 它裡面可能有幾百張吧 那需要一個資料夾 那個資料夾它需要按一個按鈕 自動幫把那個圖 縮圖放在Easeer裡面 第一個 第二個是再加超連結 就那個超連結點下去 大圖就出來了 那以往他做這些事情 他會花很多時間 可是用VBA的話 大概一下就完成了 一鍵就完成了 後來我有把這個東西分享出來 在我部落格裡面有答案 請各位找一下 還有就是那個補充資料裡面也有 所以其實我的這個 在哪裡呢 我的那個雲端白板會有一個什麼呢 補充 就是雲端白板裡面 會放一個其他的補充的那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在這邊 其他補充範例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話 剛剛講的那一題 進階 這邊的話有一個什麼 找一下應該有什麼 這邊從 這邊改成那個清單檢視 裡面的話倒數第二個 有一個什麼 自動批次匯錄圖片與超連結 那我的習慣這樣呢 會有一個範例檔 然後會有範例的圖吧 有個程式嘛 按下去就OK了 裡面要寫什麼 不過是進階課程裡面的 因為我們這個課分了兩階段 因為當然 如果直接講這個的話 可能很多同學應該會沒辦法接受 另外的話還有像 好像前幾個禮拜吧 這個一次颱風 所以有個同學就在家裡試試看那個 匯入外匯行情 就外匯上面他每天都要匯入兩個表格 從網路網頁上面匯進到Excel 然後他不知道怎麼樣 我們上課有講到 如何從網路上匯入資料 我就跟他講了一下 然後他就在家裡做一做 然後他就 我就說那可不可以當成飯 他說OK 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那他有完成檔 他有第一階段 就V2 V3 他有很多版本 我後來跟他講說 哪個部分你要修改一下 他就改一改 改完之後就放這邊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 可以玩玩看 另外的話入門 我覺得你們 這個 第二階段這個進階 可能對各位有點難 入門的部分可能稍微簡單一些些 那裡面哪一些我覺得 像之前同學問到就是說 如何搜尋某個關鍵字 比如說你這個 這麼多資料裡面 你找到某個關鍵字 自動幫你把這一列上連射 那可能有很多列吧 以前的話你是用Ctrl F 然後找到上色 找到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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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資料量非常大的話 這個好像不是好辦法 有沒有什麼方法是按下去 全部自動幫你上色 答案在這裡 OK第一個 城市沒幾行 大概等一下後面做的 那些方法都跟這個是雷同的 第二個是他有第二個需求說 那不是找到就算了 找到之後 幫你把它 call到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放在那邊 這個也是常常遇到 那怎麼做 答案在這裡 第二個是黑名單篩選 就有個同學也是問 他是黑名單有兩萬多筆 至少 然後他要找的黑名單 可能新進來的這些資料 有 到底有沒有在這個黑名單裡面 有的話呢 放在第三個工作表 他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要找的 第二個是黑名單 第三個是找到之後的結果 那以前他怎麼 也是Ctrl F 要花很多時間 對不對 而且兩萬多筆 他要查五千多筆 查完一整天可能還不夠 有沒有辦法 一鍵完成 有 答案就在這裡 OK 那這些東西呢 實際上的解法 都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按部就班 然後你把基本功夫 打好之後的話 答案又出來了 那我們主要是提供給各位一個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些方法 OK 所以我先鋪陳一下 另外剛剛講按個按鈕 這個是一個方法 這個叫程序 程序就是一個Sub 清楚也是一個Sub 這個Sub是什麼呢 就是我按下去 他就自動幫我把我需要的動作全部跑完 那裡面的話 你要告訴他哪一個列到哪一個列 哪一個欄 去做什麼事情 塞給他什麼東西 來可以咬到的 那也是一種信用水 其實還可以咬到那些水